這個懷孕不是日常生活該做的還是要做的 好 出發 OK 出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議員黃玉芬 那今天呢 玉芬出任務來到我們北投的東華街跟石牌路的路口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後面呢 我們現在人在東華街上面 那後面呢就是我們石牌路一段跟二段 從今年也就是2022年6月1號開始 在這個路口過去是強制兩段式左段的強制帶轉牌 已經順利拆下來了 感謝台北市交工處還有在地里長我們一起會攤共同爭取 所以現在在我們東華街跟石牌路路口 如果你本來就在那一側 你可以直接左轉 但如果你靠在外側的話 你一樣可以再帶轉格 然後再兩段式左轉 好 那今天呢 我們也非常榮幸邀請到 常綺真的非常關注 也對我們道路平權議題 進了非常多的行李 我個人非常佩服他 也是我們知名的Youtuber 汽兒交通手札相遇 哈囉 哈囉 那今天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們北投的東華街跟石牌路這個路口呢 是一個大家也是討論很久的路口對不對 對啊 因為畢竟東華街從日齡那邊 志山那邊一路開始嘛 然後一路到北投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左轉的 然後唯獨就有石牌路這邊不行 還滿奇怪的 而且呢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是單行道 嗯 單行道要兩段式左轉 很讚 通常好像比較少看到 單行道還一定要兩段式左轉 對啊 因為通常單行道的話 那就是慢速車就是靠左邊 或是靠右邊都可以嘛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在東華街的單行道 如果真的騎得很慢的話 那他其實也可以選擇靠在左邊的邊邊去騎 那這樣子他到路口的時候他要左轉的話 也可以靠在左邊的邊邊去直接左轉就好 所以他不需要還要硬切到右邊去兩段式左轉 那也是因為這邊啦公車其實還滿足的啦 那所以說如果他要兩段式左轉的話 那他必須要可能要先注意到 在海旁邊有沒有公車在靠站 然後到路口可能還要注意有沒有公車要右轉 他因為有公車要右轉的話 他就沒辦法靠右邊進代轉區嘛 所以說他有可能就會切在比較內線的地方 然後進代轉區 所以其實有點危險啦 對 所以就像祥宇剛才講的 就是其實作為一個騎機車的人 到這個路口其實會非常的困擾 因為這裡之前有強制帶轉的情況下 他本來靠外側 但是遇到公車的時候呢 怎麼樣怎麼辦 他現在又往內切 往內切轉過去之後呢 因為你又要強制帶轉 所以你又要再切回來 所以就反而是在過去強制帶轉的情況下 是更危險的對不對 所以以這邊狀況來講 可能是稍微比較不安全 直排路這個路口呢 把帶轉排拆掉之後 那變成說 東華街從資山哪裡落到北投呢 規則會變得比較緊緻喔 那大家也比較容易知道說 到底到路口的時候 我應該要 左轉的時候是應該要空邊 那右轉的時候是應該要靠右邊 那其實會讓整個 形式的規則變得更難纏 好 那接著我們今天 慕免俗的一定就是要來帶大家 實際走一遍 那我們就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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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其实就有直接从东华街 在石台路直接左转 那其实车流是都蛮顺的 那我们也都实地确认过了 包含那个强势弹转排 还有内侧的进行机车的字样 也全部都不见了 全部都吐销了 而且也没有看到警察 没错 这是最重要一件事情 很感谢这次台北市政府显然 有比较好好的去做横向沟通联系 这我觉得很多制度的改变 或这种设施的改变 它其实也真的需要一些时间 包含沟通的时间 包含说让居民可以习惯的时间 像是我们昨天在脸书上 有提醒大家说 在东华街已经取消 压势两段式左转了 也的确有居民会来私讯说 会担心这些左转的机车啊 会跟停穿线上面的行人 会有一些产生冲突的影响 或是我们之前在会刊的时候 也有居民担心说 这个我们有时候可能 大家骑乘机车的时候为了抢时间 其实的确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可能在短距离内 去急速去变换车道的情况 所以我其实也满希望透过这个机会 张宇有没有想要跟大家提醒的 像左转的时候记得要先靠左 然后这样才不会跟后面的车子发生碰撞 那同时也要记得变换车道前一定要打方向灯 然后同时注意后照镜 最好的话是转头确认就是看隔壁车道也没有车 因为有时候后照镜里面是会有死角的 那这三个部分都有确认到的话 那相信左转都会很安全的 这几年来在推动我们道路平权的时候 你常常要面对到其实是大家会有一些既有的观念的框架 或者是一些过去可能自己在当行人 比如说在地区民政单行人 当然是过去有遇到说跟什么机车也有汽车 会有征道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推动整个道路平权的整个过程当中 如果也都可以顾及到不同的用路人的不同的需求 跟他们用路的权利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大家是可以一起好好的往这个共同目标 继续努力的一起来推动下去的 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感谢湘宇现在那个愿意在我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啊 这都愿意都愿意 谢谢 我看你愿意 我看你愿意 你现在已经是迷惑网红了 我现在是好爱看你执照的 但是你有 你只要有形验出来 我们这样就我跟我先生是不是在柯底 但是他还是第一个交通手机 对对对 所以感觉这个都太小了 对对 从小从小就要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感谢湘宇 告诉他如何是正确又安全的这个交通知识 最重要的是道路亭权的观点 这非常重要 然后感谢全球议员 好 谢谢 这个有路亭权吗 这很重要 好 好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支持 应该是我们今年年底要选举了 对不对 当然啦 希望大家可以把选票 投给如果不光是愿意愿 然后还有你们家选区里面 这些关心这些交通议题 然后并且支持道路亭权的这些报告 好 我要哭了 诶 这是没有最好的 感谢你 对 真的 很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我们一起来 很关心推动我们道路亭权的V内表 真的很需要大家的支持